晚安 您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二三零零一夜新聞 我是向緣 今天一開始首先 帶您來看到這一位黃先生 和他的家人搭高鐵 從桃園站上車 遇上一位不斷喃喃自語的阿嬤 不小心跟對方對上眼之後 這阿嬤竟然是起身來 開始對他們大聲說話 他們擔心有危險 拿起了手機來錄影 沒想到因此激怒對方 對著這男子來大聲 咆哮還上前打了他的頭 一名右腳裝著護具的阿嬤 睜大雙眼瞪著拿手機 正在錄影的男子出言威脅 要不要被我逮到你的把柄 我上次就有你的把柄 黃先生和家人從桃園 搭乘高鐵要回家 一位阿嬤從新竹上車後 就開始喃喃自語 不小心和對方對上眼後 一場災難就此開始 他就站起來開始對著我們 就是越來越大聲 擔心有危險 黃先生用手機錄影搜證自保 沒想到對方被激怒 對著他叫囂大約五分鐘 你這種俗辣啦 你再給我照照看 發現被錄影對方走上前 黃先生猜想可能是想拍掉手機 但這時阿嬤的手 卻從他的頭扒了下去 高鐵人員發現吵鬧聲 連忙上前協助 想把情緒激動的阿嬤卻離 好不容易到站黃先生不想多計較 以笑吱吱 不過下次搭高鐵 如果遇到類似狀況 可以主動向列車員請求協助 並報警處理 以維護自身的安全 記得張娟榮蘇怡婷嘉義報導